哈囉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魚豐叔叔 歡迎收看 夜光 A night in the dark 那麼 上一週的時候度過了兩天 那麼今天就是要繼續 過我的被綁架的生活 第三天以及第四天呢 究竟還有什麼事情 還會有什麼事件 在前方等著我呢 那我們就開始囉 第三天早晨 好冷 迷迷糊糊地睜開眼 窗外的塵光散了滿地 卻無法掩蓋房間的陰玉 試著伸展身體 陽光沒能驅散寒意 冰冷的空氣令人打個冷戰 第三天呢 快習慣房間的梅尾 但晚上太冷還是很難入睡 肚子像火燒般的飢餓 不僅身體每況愈下 精神狀況也越來越差 昨晚接通電話讓我確認身份之後 他便拿著手機走出門外 不禁讓我聽到他們 不讓我聽到他們的交談 過了幾十分鐘他坐回窗邊點起了煙 沒講兩句話電話就被拿走 只怕聽不出什麼端倪 說不定他連我是誰都聽不太出來 呵呵 瘋子底笑出了出聲 胸口能沉浸電力不安 接下來會怎麼樣呢 對著 灰白的天花板 施說著現在該如何是好 繼續溝通繼續溝通 我們要繼續聊天 還不能放棄 比起冒險逃走 不如試著說服他們更有希望 這天相處下來 覺得他們不是那麼的難以溝通 希望不是我的錯覺就好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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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要去哪裡了? 想起昨夜聽見了開悶聲 應該是清晨的事情 幾點了? 開口向他問道 他從書上探起來了頭 想想這問題應該是無關緊要才回答 幾點? 這麼早? 從沒覺得時間這麼漫長 平常一覺睡到中午 連早餐都省了 太閒人反而無所事從 有人說時間感與情緒相連 快樂總是過得特別的快 痛苦卻仿佛永遠不會結束 曾看過一本的科幻小說 故事內容已經記不清楚了 卻對其中一段印象深刻 那個國家有著獨特的刑罰 癱瘓犯人的肉體卻保留他的意思 讓無法動彈的犯人在房間裡獨處 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思考 好過分喔 在無之間的時間裡不斷的思考 卻沒辦法和世界有一絲的連結 靠著微生裝置維持生命 他仍然活著 但也只是活著而已 而已 那時覺得有趣的題材 親身體驗之後 才知道是什麼樣的感覺 當手腳被綁住後無法行動 痛苦和飢餓就分壞也明顯 幾天來試著掙脫卻都徒勞 神節一點都沒有鬆脫 才知道原來同居神是這麼堅固的東西 使用油和布丁都有人造假 造假 偏偏繩子坐得這麼牢 政府真敢獎勵這種優良的廠商 唉唷 這個可不夠聲 仔細想著一陣活動 喉嚨也不太舒服 該不會是感冒了吧 是該保持體力 還是試著和他交談 不行不行 死了都要講話 有預熱毀還是決定與他攀談 你不怕嗎 怕什麼 萬一被警察抓到之類的 面對我的遲疑 他無言底盯著我 許久才吐出了一句話 我們會被抓嗎 他低聲的向我問到 你覺得呢 把人關在小房間裡 要求贖金 如果這樣警察還不抓 才奇怪吧 我們也不想這樣 我們已經很努力了 明明其他人對姐姐做了更過分的事情 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 哈比過頭來 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剛才說的事情 似乎讓他心情低沉 兩久才聽到書堆裡傳來的聲音 雖然很害怕 但是如果姐姐要幫忙 我就會幫她的 如果真的想她幫忙 那不如放我離開這裡還比較實在 看她抿著唇強忍不安的表情 一任之下錯過開口的時機 算了 還是不要逼她太緊吧 找個理由說服自己 說不明來為什麼不願意再繼續問下去 而在那之後 她還沒有再開口 只是暗盡底沉浸在書堆裡 呃... 有什麼可以吃的嗎 試著找不同的話題與她攀談 總設法套出一些資訊 她稀稀酥酥的從塑膠袋裡 拿出半塊的饅頭 一聲不坑底放在我的身邊 上次是餅乾 那麼這次是饅頭嗎 這些都是便宜奈飯 但完全飲不起食慾的東西 外皮像是風乾的橘子皮 硬斑斑的 崛起來一點味道也沒有 配著水 驗了下去 懷念起幾天吃的豪華早午餐 忍不住嘆了口氣 唉... 有...那麼難吃嗎 嗯啊 進個蛋 沙滴的塑膠 上去都好吃多了 這小女孩怎麼那麼驚訝 她不敢自信地盯著我 兩久才說出話來 你會...煮飯 多少會吧 雖然說都是些簡單的東西 一個人往往都會準備的材料 懶得出門時就隨便煮個泡麵 接個蛋就解決一餐了 更多的時候只是把冰箱裡的食材 全都放進去 反正東西能弄熟 能填飽肚子就好了 幹嘛 很奇怪嗎 看她... 偏著頭欲言又止 我開口問到 我以為你們都有了負責做飯 每天送到房間 像是那個... 管家 你連續計劃太多了吧 又不是住飯店 怎麼可能會有那種服務 早餐就去早餐店買蛋餅三明治 有時候買麵包或飯糰 跟一般的人沒什麼兩樣 沒想到我的早餐如此的頻繁 哈是萬底硬了聲 哈該不會以為我的生活 就像電影的爆發戶一樣 整天上酒店玩女人 嘿嘿嘿嘿嘿 那...你們會開茶會嗎 正想跟她解釋 她去拋出另一個 更匪夷所思的問題 茶...茶會 我重複了一次 看她認真的點點頭 才確認沒誤會 好... 如果我耳朵沒問題 也沒有誤解她的意思的話 她說的應該是傳統的音式下午茶 總共分為三層 底層是三明治 中間是司康 最上面是蛋糕 按照順序從下往上品嘗 不論好不好吃 官聽起來就滿滿的鑰匙的東西 別說過吃啦 連聽過沒聽過幾次 我看... 雜誌上說 有錢人都會找很多人到家裡 準備吃的東西 還有很多種茶 我知道茶會是什麼啦 所以... 你們... 不會開茶會嗎? 完全不會 不過她好奇的眼神 我果斷的回答 為什麼 光泡茶、買蛋糕 那些就準備就夠累了 請一堆人到家裡還要自己收拾 光想就麻煩死了 何況... 平時和家人的話 連句話都說不上 完全無法想像 聚在一起喝了融融 喝下午茶的樣子景象 你能幫你準備嗎? 不會特別請人來泡茶吧 又不是非吃不可 要吃直接去咖啡店 不是更方便嗎? 可以直接點這樣 沒有啊 我覺得這樣很像 還滿不錯的啊 呵呵 嗯 她默默地全著頭 似乎還在細細地 咀嚼我說的話 你乾脆說我家是豪華別墅 家裡有好幾個用人 拉個鈴鐺 就有幾個人會跑過來 不會吧 只是...本來只是水口說說的 看她的模樣 顯然被我說中了 我可是一個人住在十坪的小套房 洗衣服打掃自己來 忘記丟垃圾還要去追垃圾車喔 可是... 你...不是很有錢嗎? 有錢的是我爸 不是我 雖然說對他們來說沒什麼不同 我還是糾正了她的說法 有錢和浪費是兩回事 能自己做的事情就自己來 為什麼 為什麼 什麼為什麼 平常管閻的女孩打開畫夾子 好奇底向我追問 和姐姐不同的 她眼裡沒有任何的仇合和譏諷 只是...純粹地感到疑惑 如果我很有錢的話 我一定會做很大的房子 然後...請很多人幫忙打...打掃做飯 可以喔我覺得很不錯啊 是嗎 這就變成我的台特色是這樣嗎 對我來說...房子購出就好 平時沒有多少好朋友會來 裝氣派是給自己看心酸嗎 何況...房子越大打掃起來越麻煩 請人就是更多額外的開銷 根本沒必要自找麻煩 如果所有事情都有人幫你弄好 那...你要幹嘛 聽我訪問 她愣了一下 醒來沒想過這個問題 就...好好休息 一直休息 假設我的生活的所事都要別人幫忙 不用多久我就變成廢人了 她張口想解釋 卻...又像洩了...氣的皮球垂下頭 我也不知道 欸姐姐咧 那個很兇的姐姐咧 突然間了解為何他們有那麼深的敵意 卻是因為那些錯誤的想像 在他們印象裡 我沒有付出任何... 就可以享受著舒適的生活 他們努力工作 卻仍然擺脫不了貧窮 羨慕 沮喪 逐漸的家 最後變成了憤怒和憎恨 錯誤的想像來自各種的俄語和媒體 總搞得好像有錢人每天開跑車撞人 開趴嗆警察鬥歐 說到底媒體只想找更聳動的新聞 頂級跑車撞死人跟平下車撞死人 牽著更顯然的話題 品性和家產本來就沒什麼關係 事實上不乏過著簡樸生活的有錢人 只是沒有話題自然上不了版面 其實這句話真的是 有很貼切的反應到現在的媒體這種感覺 你知道嗎 有時候不是... 就是有些刻板印象其實是 社會刻意營造出來的 大多人都還是比較偏那個... 手法啊 善良啊 但是只要一小部分有人出了差錯 就...媒體就會把它放大 比如說好...這個...這個兇手還要玩電玩 有玩什麼殺人遊戲 就會被拿出來講 真的是... 大家渴望看到什麼 媒體就竭盡所能抵制造 職業道德 媒體操守 在觀眾至上的時代 英文不止 這次的情況是怎樣 不論媒體還是群眾 都沒能在乎 人們下來只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東西 無奈的事就算知道這些 我們的男隊...此...毫無抵抗能力 那麼...接著該做什麼呢 欸...又到了...可以...行動的時間 有了...應該會變另外一個遊戲 應該是有了...應該只會被幹掉 好啦...我這邊就是... 嗯...我覺得觀察什麼的... 有用嗎... 我真的覺得這個觀察有用嗎... 還是真的可以發生到什麼事情 真的啊... 你怎麼知道... 一定啊...我真的... 不疑耶... 一定要幫我... 嗯... 我覺得... 還是... 找人囉... 真的啊... 不疑的聊天 呃... 你一季節去哪兒... 為什麼... 我覺得你先逼問他 你們到底把...我想像成什麼人啊 搞不懂他們到底有多少的誤解 我忍不住開口問到 他的回答卻出乎意料的單純 有錢人... 想起這幾天的對話 我無奈提叹了口氣 總覺得你對有錢人很多有誤解 有錢人又不一定是壞人 他沉默地盯著我 似乎不是很相信的模樣 我不知道你是看了新聞 還是那個姊姊說了什麼 讓你覺得有錢人都是壞人 可是實際上我做了什麼 你覺得他說的事情都是對的 用自己的眼睛看看 再下判斷吧 不找痕跡底拉攏他 若他能聽得進去 說不定不必冒險於可以離開 我不知道 他逃避似的躲開我的視線 不想再聽下去了 輕輕的嘆口氣 短時間不可能改變他的想法 就看有沒有什麼契機了 把揀油看到了 關鍵很如何 沒有筆記本嗎 沒得觀察啦 雖然說沒有上所 但這樣看起來至少不是一二樓 那就不可能跳窗離開了 這麼一來出口就只剩下大門了嗎 喔 至少我有一個更新筆記 看起來還有新的筆記 從窗戶看起來的高度 要套穿跑肘是不太可能的 OK 嗯 解開繩子喔 我還沒有解開繩子耶 已經還是不知道時間 嗯 如果保暖的東西了 難道屋主是電話宅嗎 等等等等 好吧 我只好繼續跟他聊天啦 我想問他跟他姐姐有關的事情好了 說不定他將會比較理我 你姐姐去哪裡了 我不知道 試著和他搭話 但仍舊沒有什麼進展 他真的會一直一直 我不知道耶,好難喔,好難透話的一個人喔 你真的一點都不在乎嗎? 姐姐要看著你,她說晚一點就會回來呢 少女沉浸底吹著頭,彷彿活在自己的世界 全沒有犯人應有的焦慮和罪惡感 你不害怕嗎? 害怕什麼? 他瞪大一眼 如果被警察發現,可不是這句我不知道就沒事了 他抿著村,不肯說話,瞪著我的表情有些動搖 現在的資訊這麼發達,到處都有監視器,被發現也是遲早的事情 就算你的姐姐再厲害,到時候也保護不了你 哇 他欲言又止得三口,聽而回又卻聲聲的把話咽了下去 你自己想想看吧 看來並不是完全不在乎,只是強壓著心中的不安 相較於姐姐的強恨,只要施加壓力 或許他就會放我離開 唉唷唉唷唉唷,先從蘿莉下手,我懂我懂 整個善無無所思思的度過 士奇人進展他不清楚,又不願意幫我聯絡姐姐 我是開始暈啊,哇 好難受 忽冷忽熱的身體似乎應徵早上的猜想 肌肉霜痛的感覺像是發燒一樣 該死 偏偏跳這個時候感冒 別說逃走了,連保持清醒都有困難了 女孩依舊靠著牆邊專屬底讀書 全沒注意到我心中交錯的想法 結果他一個人,刀子放在他身邊幾步之遙 手沒解開但還有活動空間 叫他過來後出其不意的打分他 然後再拿刀子解開繩索 突然一陣不安的吸上了心頭 無數可能在腦中閃過 如果被他躲開呢 門如果被封死的話 會不會會有其他人 成功的機會微乎其為 況且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 一個失手把他打傷也說不定 他看起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也沒有真的威脅到我 飛到必要的情況還是避免對他動手吧 在心中暗示下了決心 策劃的其他人好不好的方式 噤 姐媽 嗯?你說什麼 突然聽到女孩的聲音 回過神來,我才發現她盯著我 許多意想天開的念頭在腦海交錯 現在失去一團混亂 還是別倉促做決定比較好 你很討厭姐姐媽 有誰會喜歡綁架自己的人 又沒有施德個爾摩陣後群 很想直接這樣回他 但還是忍了下來 我覺得剛剛那個名詞還蠻重要的 大家可以有機會可以去查一下 把它記起來 我怎麼想並不重要 重要是他想聽到什麼 怎麼樣的回答能讓他放下警戒 如果說喜歡也太誇張 最好的回答應該是 我不知道 我要寫他 我不知道 他就這麼看著我 沉默在空氣中蔓延 彷彿堵在冷養人之間的身後的後牆 這怎麼有個敘述 很像是我跟他已經是男女朋友了 然後快要命令分手這種情況 我不了解他是怎樣的人 沒辦法說我喜歡或討厭 這樣嗎 姐姐他不是壞人 真的 他抱著西醫 像是說服自己 嘻嘻的聲音卻少了點信心 我是想要趕快把錢還完 不是真的想做這種事 變進了變進了 女孩瀏海底下的眼神 像是湖面般的塵澈 沒有一絲的虛假 從沒懷疑過姐姐可能有其他的目的 可能利用他 直到如今 他還是相信他是好人 拼命替他辯護 為什麼呢 看他努力替解釋 心裡卻只感到空虛 呵呵 是這樣吃醋嗎 呵呵 他已經很努力賺錢了 可是 他們一直來要錢 明明就不是他的關係 他還在難難之餘的解釋 卻像是腦邊的耳鳴讓人煩躁 就算知道他的真心想說服我 就算姐姐真的有什麼苦衷 我也一點感覺也沒有 他不知道我根本就不在乎這些 我只想逃離這裡 只想回到正常的生活 畢竟現在已經被 忍受飢餓 然後又被綁住 限制自由 精神應該都有一些影響了 根本就沒時間在管這些 我根本不在乎姐姐是好人還是壞人 有什麼悲慘的過去 他為什麼犯法 有什麼理由 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盯著他認真的表情 我預言又只禮開了 開張開了口 最後又把他嘴 嘴邊的話 吞了回去 稍稍底叹了口氣 說不清是羨慕他的天真 還是討厭自己的冷漠 你怎麼一起不在乎 尤其他人 你怎麼不在乎 主任 建立官司 你怎麼不在乎 你怎麼不在乎 但是你不在乎 那你也不在乎 你是誰 他無聲底盯著我 絲毫沒有開口的意思 他無聲底盯著我 你還是學生嗎 我沒有上學 他搖頭 似乎不太想跟我說話 上下打量他的身形 瘦弱的手臂和纤细的身材 怎么看都是未成年 你爸妈知道这件事吗 他们准你做这种事吗 他抿着唇摇摇头 感觉气氛太过沉闷 还是过一回再打话好了 就这样 我问一下选我的原因好了 为什么选上我 什么意思 要绑架的话有钱了那么多 为什么选上我 找个小孩不是更容易下手吗 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跳上了我 如果能找出个理由 说不定就能拆出主谋的身份 我不知道 姐姐只是叫我看着你而已 所以是那个姐姐安排的啊 不 不是 是坤哥说 坤哥 他充满替少女辩解 旋即意识到不能再说下去 哎哟 坤哥 对这个名字完全没有印象 难道真的是随机选择的目标 还是说另有主谋 那人只是负责和他们联络 你说的坤哥 我不知道 想他的话却没有成功 吹着头慢慢地回答 声音跟眼神一样冷漠 嗯 差一点就可以有机会了 就是想办法推倒罗里的游戏吗 那个叫 背后一个叫坤哥的关系人 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是假名啊 因为毕竟如果真的都要做这些勾当的话 你可以再用一个江湖上的名称 是不是 我只剩最后一个交谈的选项了 哇没关系 我就跟罗莉聊好聊满 把好感顿刷到最高 嗯 姐姐不是坏人 他毫不自一滴点点头 却没有把我想像 呃 却没有把我关在这里的人 没有想说 把我关在这里的人 这是他 如果这样都不算坏人的话 那标准也太宽松了点 他不会做些什么 等拿到钱之后 就会犯了你回去了 真的吗 不是第一次听他这么说 却不知道他哪来的事情 呃 他答应过我了 呃 那就好 所以 拜托你 等下再等一下就好了 那如果没有拿到钱怎么办 不远想这个问题 他的表情撑得下来 算了 但我没问吧 嗯 第三天了耶 我们到底会被绑几天啊 不知道应该说第三天快要结束了 对 这个 朦胧的意识 逐渐的清醒 看来是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窗外的天空揽上了折喉 刮着脸颊的冷风 让人不禁打了个冷战 不知不晓得睡了多久 但身体一点都没有好转的迹象 甚至咬进肉里网络 乙饰般的难受 烦躁地扯动 却磨破了肌肤 几点呢 五点 女孩依旧坐在原位 安静地像尊精致的陶瓷娃娃 为什么要一直问时间 你一直肯跟我说这个不是吗 知道时间也改不了现状 但一无所知的感觉更难受 该死 头好痛 他实在不是很好聊天的对象 但为了保持清醒 还是随口找话判谈 如果你能帮我买杯的咖啡 要我给你多少钱都可以哦 呃 大概昏昏沉沉 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不是怕睡着的忽怨你怕怕了 你吃完咖啡 什么 嘿 我刚刚那句话好像有点怪怪的 他太起了头 真的也好奇地盯着我 但是那位姐姐早就叫我闭嘴 他却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着 这种天气 没别喝咖啡更幸福的是 啊 泡了水找出来 我不喜欢 太苦了 喝习惯就觉得很香 不同的咖啡豆的味道都不一样 泡的方式也影响很大 浴泡根本不算是咖啡 只有用手慢慢冲泡才能提出香气 其实我都喝那种罐装咖啡 还有那些拿 还有那些拿铁的人 都脑袋都有问题 咖啡当然要喝黑咖啡 否则喝牛奶不就好了 诶 他在表我 我最喜欢喝拿铁了 奶越多越好 哈哈哈哈 他听完我的评论之后 留下一句的评语 你真的很爱说话 不然你有什么更好的提案吗 面对我的提问 他认真底 偏了头思索 好好睡觉 他却深深底开口 担心 我会责备他似的 真是个不错的提议 我还想说 在双手被绑的时候 又冷又饿的情况下 要怎么好好睡觉 哦 住家要数掉了 之前开口 却咳了好几声 连开玩笑的力气都没了 这样下去你们也不用考虑失票了 拿到赎金之前 我就先咳死了 活着比死亡 死亡 什么东西 活着比死亡更 艰难 想起书中看到了一句话 此刻觉得再贴切不过 为什么你们都不要动不动就拔刀啊 你还盯着我好一会儿 小心翼翼拿刀而靠我上来 不好意思 别担心了 就算你空手 我也没办法抵抗好吗 不理会我的冷超热风 他居膝顿待我的身前 随即感受到他手里伟良的温度 你发烧了 嗯 是吗 还真谢谢你告诉我 听我在说风娘话 他不以为难得也触起了眉 哪不定主意该怎么办 你们就要满意了吧 不知为何 他们越表现了一副关系我的样子 心里的烦躁就越安逸忍受 什么意思 你们不就是想看我难受的样子 唉 真是糟糕的嗜好啊 我们没有 不理会他的解释 我静置闭上眼睛休息 那个发言母汤哦 我怎么弄没 穿外传来摩托车的引擎声 女孩明睿地抬起了头 小跑步到门边迎接姐姐 不晓得又去哪里了 不晓得又去哪里了 少女顶着凌乱的长发 手里提着 便利山店里的塑料袋 一定又是装便当 我回来了 没事吧 哼哼 我怎么弄没 姐姐 女孩焦急地说起了我的身体的状况 少女听着也出起了眉 没关系 我会主力 你们去吃东西吧 安卜地拍拍了他的头 让女孩拿了带子到旁边休息 少女人人地服侍看着我 你又怎么了 你又怎么了 谁知道 大概是随途不服吧 不想在他面前示弱 我强打起了精神向他问道 还有精神开玩笑 看来也不严重嘛 闻到他身上的烟味 有种童韻目眩的感觉 他用手背上附了额头 又摸了我的体位 动作相比女孩粗暴了些 但是我喜欢 没有啦 小少年也太娇贵了吧 缺点风 就感冒了 帅人 哇蛋哑巴 不想理他 不想多肺唇蛇 我按镜里看着他检查声速 他用力地拉扯声速 粗糙的麻绳 直接咬进肉里 与其担心我逃跑 不如小心笔被传染 我才不像你们这些活在温室里的家伙 这点小感冒算什么 就算发烧还是得上班 请个假啊 隔天说不定连工作都没了 你应该不懂那种感觉吧 小少爷 不知道 也不用想 工作又不是我选的 到底跟我抱怨什么意义 身体不舒服的情绪也很难控制 再说下去难免会起争执 我干脆 换了点话题 我爸付钱了吗 拿到钱我来留你干嘛 你以为我很喜欢绑着你 昨天确实已经联络到了 那应该再商量如何交付赎金 不是他的挑衅 我强迫自己 专注在手边的资讯 常见的方式就是 汇款或现金替代 但汇款战户容易被追踪 现金更难以处理 听说许多 囉嗦改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支付 比起现金更安全更方便的流通 哇靠啊 那么流 不是那么的现态啊 比特币的耶 绑架不是什么难事 高中生拿个球棒棒球 欸 球棒菜刀都可以绑架 但要如何全身而退才是问题 有时间胡思乱想 还是省点力气休息吧 如果昏倒我可没有好心地 会帮你找医生 还真是谢谢提醒啊 他说的没错 身体已经够难受了 可不想再找更多的事情折磨自己 身体后勤当然想必分担重量 几天下来已经摸索出比较轻松的姿势 但已仅是轻松那么一些 完全站不上好好休息的边 姐 这些都可以吃吗 女孩从袋子里拿出各种食物 面包啊 饼干啊 还有热能人的关东煮 扑鼻而来的味道刺濕 只会让人头痛欲裂 给我关东煮 我还想要 save你的薯条 我已经吃过了 你尽量吃吧 哈乌何迪答道 对女孩的态度判若两人 喂喂 不分我吃就算了 吃这么香的东西也太过分了吧 女孩听了筷子 恳求着目光看着姐姐 现在还问她该怎么办 很公平不是吗 你们吃大餐食 我们再吃泡面 这种廉价食物你也看不上眼吧 你到底是怎样 听她一贯的无理的质问 累得连解释力量都没了 怎样 有意见就反驳我啊 我受够了 居烈的头疼 肖默王最后一丝的耐心 看到她挑衅的眼神 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哇 又站起来了 又站起来了 对对对 我就是住在200坪独栋的豪宅 每天早上都用红酒漱口 还有十几个管家女仆 要吃什么就要弹一下手指就有人送来 吃两口就把盘子砸在地上 说这种垃圾怎么可以站上来 上课时都有专车接受 拿着LV的包包带老力士的手标 全身含了好几十万 你们这种人一辈子都买不起 加满意了没有 是不是和你们想象一样 思考前就脱口而出 几天来怨气 不满烦躁底一股闹的宣泄出来 实在怨这种对话 没有任何的交集 他们把自己想象的形象印到在我身上 我全不管眼前看到的是什么 你完全不了解我 根本也不想管那么多 从一开始就决定你讨厌我 就只是因为我过得比你好 反正有钱人就是该死 就是玩裤子的 就是每天开跑车找人撞 对吧 既然什么都不知道 就少说那些冠冕堂皇 惠意全涌上来 通通快阴到 却还是放身体对她失望 我觉得又被砍了 又被打了 房间回答我的声音 女孩卷曲着身子窝在墙边 金口的眼神全忘了我还被绑著 你有没有搞错 她眼裡閃動的憤怒的火光 不光是惡迪好了回來 哇哇哇哇 不同於女孩的懦弱 她忽然迪戰極了身 你有沒有吃飽過 你有擔心過晚上要住哪 你知道每天都有人家裡追在是什麼感覺 說我不了解你 那你了解我嗎 說 你們上學的時候 我們在做什麼你知道嗎 你們睡覺的時候 我們在做什麼你知道嗎 所以我才討厭你們這種人 你們憑什麼過那種生活 你們到底還有臉說什麼這種話 你們根本不在乎我們怎麼樣 這根本不關你們的事 本能就不關我的事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早就拋出腦後 或出去之下把胸口的鬱悶一吐而快 照你這麼說 中東的難民也要我負責 美國的恐怖攻擊也要我負責 白痴也要有個限度吧 為什麼我要為你負責 為什麼非得被公屈膝和你道歉不可 你們加強又不是我的錯 我總覺得我聲音很像慷慨的 舉起的拳中了落在牆上 少女的嘶吼藏著一絲的哽咽 房間在房間裡回蕩 差時間彷彿一切都暗淨了下來 他的無關因紛怒扭在一起 驚咬的唇滲出血紅 雙雙忍不住的顫抖 你以為我喜歡做這種事情 你以為我不想過好生活 媽的我也想要剩下猶豫就有錢啊 為什麼有的人什麼都不做就能吃香荷辣 為什麼我就必須過這種生活 你告訴我 我 面對少女激動的控訴 一時之間竟打不出來 既不是我的問題也不是她的決定 悲觀個人是出生就決定的事情 沒有原因沒有理由 世界本來就不公平 然後海中閃過她說的話 不至於理念了出生 聽到那一句話 她突然地笑得出來 她突然地笑得出來 像是放鬆又像諷刺 讓人難以捉摸的瘋狂的笑容 沒錯 世界本來就不公平 既然如此 這該死的世界 發生什麼都不該有孕言吧 還要失票了嗎 沒能找到任何的話語 我稍稍地避開視線 我稍稍地避開視線 如果我稍稍地避開視線 我稍稍地避開視線 然後好好調教一番 我說就說他們上學啊之類的 是不是 除了這應該不可能啊 因為有些 有些真的是 有些人呢 那個念了會轉不過來 還是要看情況 就看那個人的個性 對啊 真的 有時候要改變一個人 真的不是想要做那麼容易 冷靜後疲倦地遁時涌 冷靜後疲倦遁時涌得上來 虛弱底靠在牆邊 連話都快說不出來 你也太激動了吧 吼那麼大聲 搞不好都有人聽到報警了 他回頭撇了我一眼 不以為來的哲的聲 你最好乖乖閉嘴 我可不想揍一個病到快死的傢伙 看不出來你人還不錯嗎 慢開完相敵說到 或出去之後反而覺得輕鬆多了 跟他嘴一翻 然後不打不相識 之後就變成好機友了 耶~~~ 視線無法對焦 忽冷忽熱的體溫 我無力敵和善的眼 在一片的黑暗中 只感到會散不去的孤單 好累 好冷 究竟還要多久才能結束 如果放棄的話 是不是就可以解脫 如果什麼都不管 是不是就能一直睡下去 我打不還 然後不是說我 你只有你 不管怎麼看 我怎麼看 我做生意的 都沒有 我只是在一片 我都吃了 我都看經營 那個 我都看過 我都看過 好燙 我都看過 他會死掉嗎 聽到耳邊的女孩擔心的呢喃 閉上眼後其他感官敏銳了許多 就連空氣的溫度與隔腕的清晰 而上的手換了一隻 伴隨著淡淡的香煙的味道 人才沒有那麼容易死 雖然說這樣說 但他的語氣沒有想像中的肯定 過了一回又聽到他的聲音 你幫我看看他 我出去一下就回來 開門聲 腳步聲 身上突然多了點重量 柔軟的刷毛布料保留住了體溫 頓時感覺到溫暖了許多 感到女孩就在身邊 視線露在我的身上 彷彿聽見她的呼吸聲 明明閉著眼卻能感覺到她的視線 不 或許這則是我的想像 破碎的思緒無法連貫 我再次陷入了昏迷 這是誰 啊 你回來啦 媽媽現在有事出去一下哦 晚上你家這裡吃 喜歡什麼都可以哦 說謊 對了 如果爸爸打電話回來 我就說我去上課了 騙子 你在家 要乖乖的哦 知道嗎 衝衝的腳步聲 懶人的笑聲 發動了引擎聲 不去上課吧 是去 呵呵呵呵 去去 讓老公戴女帽 凸下了鞋子 空蕩蕩的房間 呃 空蕩蕩的客廳 只有自己一人 倒在沙發上 看著高悬的水晶吊燈 腦袋一片空白 突然發現 突然發現 這個家實在太大 大的讓人 覺得很孤單 為什麼不 如果啊 如果是爸媽 多請幾個女僕 那 豬腳應該就不會覺得孤單了 每天可以跟女僕玩 呵呵 回到 事發的地點 深夜的巷口 顯無人煙 月光冷冷裡 照在危急的間地 犯人一定會回到 這個案發地點 聽起來愚蠢 卻沒有例外 就算無視他人的眼光 卻難以忍受理盤旋內心的疑問 有沒有留下什麼證據 警察是已經開始搜索 少女點起的煙 深深吸了一口 濃烈的味道在鼻腔蔓延 卻謀消 撥滅不了心中的不安 偷出口剛買的感冒藥 他盯著那個包裝 不明白為什麼要怎麼做 他根本不在乎那傢伙的死活 他甚至沒打算讓他活著離開 直到現在才發現 殺人沒有想中的容易 尤其當和對方交談過 接觸過 他不是一個東西一串數字 而是活生生的人 看看時間也該回去了 他決定不探究下去 幾天來他幾乎沒能好好睡覺 全靠酒精和尼古丁撐到了現在 步度輪合 他倒要撐下去 為了理想的生活 也為他唯一的情人 唯一的情人就是妹妹 倒是對了 和悠久可惡 又都是我們 全靠酒精的 全靠酒精的